各位同学 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传项目 我们这节课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叫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对大家来说都非常的熟悉 而且但是又有一些陌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单元测试 但是在做项目的时候很少来使用 包括我做的项目中也很少用到单元测试 但是对一些公共的一些代码 比如核心的模块 还是建议大家要增加一下单元测试 比如我们在提交测试之前 首先我们跑一下单元测试 来防止一些错误的一个发生 好 我们就以我们这个项目为例 来看如何增加一个单元测试 首先看一下 单元测试工程新建之后 默认会有一个test 这个文件夹 里边会有一个默认的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是一个接口定义 然后这实现 这里边有一个setup 这里边有个teardown test example 这里边有一个执行 执行的example 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可以先执行一下 这个测试用力 如何来执行 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prodx里面 有一个test或者command u command u 可以按一下command u 他就执行testing 他就执行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方法 看 跑一下测试 看一下我们测试 是不是都通过了 这样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测试用力 这里边有哪些方法 有哪些方法 他是不是失败还是成功了 我们这里边可以这里写一个no 这是一个no no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成功的话 就是通过如果是no的话 那这里边就会是不通过 所以这里会prodx 我们可以用一下会提示 再执行一下测试用力 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测试性能 还说通过 然后测试方法 这个方法没有通过我们的测试 因为这里返回no了 这就是我们测试表达式的时候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可以写一些发现我们的一个错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几个函数 setup setup 这个函数是在我们 我们所有的测试方法 测试函数都是以test开始的 比如这test的example 或者是test的一个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方法 比如我定义一个 mod我想测试一下我的一个page info page info 这个方法 底边写我想测试的一个内容 所有的这些测试方法都会在这里边列出来 然后他这个方法的一个开始调用的时候 调用这个方法之前会先执行setup 函数 这个方法调用结束之后 调用完成了之后 我会调用这个teardown teardown方法 就是说每个测试方法的一个开头和结尾 都会调用这两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put setup code here this method is called before the evocation of each test method in the class 就每一个想测试的方法之前 我会调用这个函数 每一个方法测试之后 都会调用teardown 这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我们这里边可以定一个变量 比如我这里边定一个stift name 在调用这个方法之前 我把它写一下 等于一个mise 这样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这些提示信息 我们就可以去掉了 或者我们把格式整理一下 这里边我可以lock一下 mise 好这里边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这个原理就行了 replace 然后inize with tree 它是提示我们直接用这个自布刷来替换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建议一下 就是这里边是创建生成内存 内存 内存使用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释放掉 这个功能 什么mise 好 大家明白一下 这个原理就行了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fnaut 这里边可以是一个copy 看一下 readwise 可重写的 就说我们这里边 我们把它定一个边量 这里不用它生成了 就这样 定一个内部的一个边量 然后呢 在调用这个方法之前 我们把内部输出来 来证明我们是不是调用了我们这个 在调用它之前调用了这个函数 如果 如果 -name is equal to stream -mise 我来检查我这个内部是不是等于mise 如果等于mise 呢 就通过测试了 如果不等于 那我就让它失败 告诉我 我这里出错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运行一下测试运力 看这里边就说明 成功了 你看我们的一个 这个 是不是输出了 内部 我这里边有一个 内部 去把我们的mise输出了 然后呢 我这里边 我把它改一下值 2 3 再运行一下测试用力 点测试用力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点这里 运行 看这里就报错了 就说明他们是不相等了 如果是不相等了 我就报告测试用力 就不通过 这个红呢 我们一会 我们看一下 setup 我们一会再讲这个红 然后这里边 有setup teardown test的方法 我们就这么写 然后这里呢 我还可以定一个pagesinfo 然后我把import 我们把呢 这里边我们就把它改成通过 然后 nserror pageinfo pages 如果这里边的pages呢 这样counter小于等于0 大于0 就说明我这个测试用力 我的页面的一个这里边 我的pages 这里边有个pages 如果他这里边大于0 就说明我这个tablebar的一个设置 就成功了 如果是小于等于0 就说明不成功 所以我这里做一下 每次发布的时候 我检验一下 我这个导航 我这个tablebar是不是配置成功了 这里边我就可以写他的一个信息 首先我运行一下 com to you 好 这几个函数都成功了 我们在改这个测试用意写完之后 比如我们在改代码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里的名称把这个文件给删了 或者把名称写错了 我们可以再运行一下代码 看他是不是会运行测试用力的时候 会不会报错 这里边其实就 他就报错了 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他小于0了 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代码 这个为什么它是小于0的 因为我们这里边检查一下 就知道他写错了 这就是方便我们在提测之前 要运行一下测试用力 提早的发现一些错误 这是测试方法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test performance example 这是干嘛的 这是一个测试性能的测试用力 所以这里边在这里边写的内容 他会执行十次来算一个平均的性能 就是说你这个方法里边我可以写一个 比如我输出一个med performance 执行十次来检验一下函数的这里边 执行的这代码的一个性能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所以我们测试性能的时候 就可以把相关的函数写在这个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time的一个说明 我们把它把它加进来 这里边就有一个直行的一个次数 然后看这里边 values大概的一个时间 1234567891014 来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时间 这里边会算出测试性能 它的一个方法 测试用力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写在这里边 这是讲了一个测试性能 测试函数基本上就是这些setup tiltdown test要测试的方法 performance 测试性能 就这么定义 然后有几个这些红 或者是这些 它是断言 断言是不是成功 这个表达式是成功还是失败 还有一些像这些 是不是唯空 还有一些是不是失败 这个表达式 我就直接输出 它是失败的 它里边这里里边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红的定义 方便我们在使用的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使用 这是红 大家可能会问了 这是测试一个方法 如果我有一个网络操作 它是异补的 如何来进行测试呢 比如我这里边写一个 我还可以自己新建一个测试文件 它可以定一个Operation Operation 我们定一个 看我们有哪些操作 然后get商户 然后get商户 fsget商户 tests 然后加进来 这里面就有了一个专门测试我商户 这个操作的一个测试用力文件 这里面写 整理一下 这个不需要 其实可以 给去掉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 有一个这里面 刚才刚才我们选择的 积累可能检测 好 这是我们要测试的一些内容 然后网络操作呢 比如我们这里边 fsget商户 我们看哪里进行了一个调用 这里边是获取商户这些代码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好 这里边就是测试我这个方法 这里边呢 这个Operation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定义它的一个变量 这个Ul我们包含进最近的图文件 这样我们就定义完成了 好 这里边还有一个代理 是成功还是失败 把它直接烤过来 好 因为它是义部的 所以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呢 把它就执行完了 所以义部的里边会不会再调用到我们这里边 如果它是成功了 如果它是失败了 然后我这里边 其实它是一个书组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搜索的一个商户 商户 看一下它返回的是一个书组 所以我们这里边呢 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把它淘汰一下 如果这里边大于零 我就说明它通过了 如果它失败了 这里边我们这里边可以把它firmessage输出来 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false no 肯定就是失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先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 它可能需要一个 我们就写一个 大于零 小于等于零 说明就是 如果 如果它有错误信息 就说明失败了 好 好 就这里呢 没有进行一个报错 因为它没有调用到这里边来 比如我这里边 把这个 用l写改了 这里边我随便写一个 com to you 看它还是没有没有一个报错 其实呢 我们这里边在测试网络异补的时候 我们有几种方法 这种是我们可以加锁 定一个锁 来等待 让它等待 多了吗 等待几秒钟 我们在县城里边 让它等待几秒钟 但是我推荐大家常用的是这种 建立期望值的一个方法 这里边是建立期望值 增加指定超市时间 如果是成功或者失败了之后呢 我们就设一下这个期望值 实现那个期望值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种方式 这是一个IP OPERATION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OPERATION 进一个面量 其实我们的网络操作已经爆错了 但这里没有出现 因为它是一步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要自己做一些设置 我们把这个执行网络操作的呢 写在一个一个单独的一个函数里面 那执行 然后执行的过程中就等待 如果超时了 就弹出一个网络超时 然后这里边 我们把它实现出来 如果成功或失败呢 我们就把这个期望值实现 实现之后呢 它才会定用这里边的一个方法 否则它一直会在等待直到超时 所以我们获得成功或失败的时候呢 就实现一下这个期望值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测试用力 那这里边其实就报错了 这里面写错了 再运行一下 看等待 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这里边有出错了 然后这是这个函数 因为 听了一秒 在这里边等待失败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超时等待时间呢 让它射长一点 比如是4秒 我们在这里射一个个断点 看 它这个就失败了 失败的信息呢 就是一个空的 这里边其实我们这里边错误 它应该是肯定就是失败的 就不用判断这个条件了 就是 就这种 看这样就运行一下 说明我们这里边它就告诉你啊 这个网络操作已经失败了 我们把这个ul换回去 再运行一下 这里就进入我们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函数了 看返回20个 20个元素 然后就成功了 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方法测试网络的这个方法都通过了 这里边就是方便我们网络操作的时候呢 判断一下 就是提交测试之后 之前呢 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地址有没有由于误操作改错了 或者由于看一下复端是不是出错了 复端切口 返回的数据啊 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有值 这些就是测试网络操作 测试网络操作的时候 这里记得有一个超时时间 就是期望这个时间没有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认为它超时了 这时候啊 这里边是一个特殊的进行异步 异步测试的来源测试的一个写法 就是建立一个期望值 大家可以下去尝试啊 用一下 很方便 就说我们每次提交版本 或者给测试打包之前呢 我们都可以先用一下本地写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测试用力 发现 发现 减少那个bug的一个数量 尽早的发现问题 这就是单元测试的一个重要性 或者我们的工程啊 非常的庞大 测试不会测的就是都测到 但是我们跑一下测试用力呢 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工程 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大的工程的一个正确性 这就是测试用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大家要尝试的啊 经常会经常要写一些测试用力 最后呢 我们要注意的几点顺序 就是说这里边的test的方法啊 调用顺序 它是按后面的字母声序来执行的 比如我这里边写了一个 test的example 我再写一个 就是test test test a 这里边叫b 它执行的调用的一个顺序呢 它是先调用 这里边的这个按test的后面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字母 声序执行 就先执行它 再执行它 这是一个调用顺序 然后这两个方法 是在一个test的方法的开头和结尾都会调用 这两个方法 啊 开始的时候调用它 结束之后调用它 性能测试就是执行十次 来评估一个这个执行的一个性能 一个时间 一步测试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啊 期望值啊 这里边就是建立期望值 增加它的一个指定超市时间 最后 如果我们网络一步回来之后呢 在代理函数中实现这个期望值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一步 一步操作一步先生的一个测试 好的 今天讲的一个单元测试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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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